169 情報約取乘客資訊私隱署調查 2015年7月14日新聞 P02跟一的士電招入掀起大運戰 約早前公布,會在明天推出新私隱政策 當約運作時會收集用戶確實位置 包括SMS內容、電話號碼、來電日期等 約用戶許可,亦不可讀取電話簿 甚至儲存聲明及聯絡資料 其他資料包括手機平台、瀏覽器種類等 Eber 指,此舉為速進用家及司機溝通 美國電子私隱信息中心上月向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提交文件 指Eber 需聲稱用戶可控制私隱設定 但事實卻相反,與Android 用戶一用該 App 便不能關閉聯絡人資料的存取權限 Eber 為方便司機乘客聯繫本部增向Eber查詢 但至植稿前未有回復 Eber 早前於博客中解釋 指申私隱政策時簡快以往太多法律述語 強調收集位置信息是方便司機及用戶聯繫 而收集電話簿只適用於車資評分 Split Fair功能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發言人址 正常規審查 Compliance Check Eber 程式有沒有違反私隱 此外,Eber 亦在土耳其首推電照快艇服務 以解決交通制作害問題 此外,快艇每次可載6至8人,收費約1250港元 適合5!! 感谢观看